潘爸爸一听到要问女儿的事 立刻站起来撇清关系 对于女儿挪用客户资金 多达40亿人受害 A走了1亿8千多万元 潘爸爸拒绝多谈 不过桌子上看到寄来的信件 还有女儿的名字 潘姓女子在玉山银行担任理财专员 8年前开始利用客户申购基金 取得客户的存责印章和金融卡 将钱私吞口袋 还找妈妈和堂妹当人头 小额汇款到客户的账户 交易名系注明了基金的名称 让客户误以为成功买到了基金 结果一切都是骗局 东窗事发之后 检调人员指导潘姓女子的家中搜索 桌上堆满大批客户的资料 还有十几本存责 甚至还把机密文件 藏在保险箱内 41岁的潘姓女子投资失利 大胆挪用客户的钱 名下位于千金区的投资房屋 住都没住过就被罚拍了 潘姓女子A走了1亿多元 被依诈欺罪以及违反银行法遭起诉 而至于金管会也重罚玉山银行2000万元 创下国内史上最高的罚还记录 潘姓女子主张接讯性的犯行 而且一度有努力回补了4000多万 希望一罪论处 但检方打脸 还有一亿3000多万元的金额不知去向 也认为他对41名的被害人犯行 都是各自独立的行为 应该一罪一罚 依未照文书诈欺和违反银行法起诉 TVBS新闻方志陈宋佩文高雄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